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麻二百斯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迪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料剂 女送果 Ignatia 女送果 是菲律宾群岛的一种果实 发现这个疗剂的是一位耶稣教的神父 他叫聖Ignatia 这位耶稣教的神父本身是一位非常之理想 很高度理想的人 曾经在战争的时候 失去到他的一只脚 而女送果这个疗剂的人通常是适合一些女性 比较是很敏感很容易兴奋 很神经质的女性 通常都会比较黑皮肤黑头发 通常做事就是很快捷的 他是非常之理性化 还有是罗曼提克的 可以这么说 他情绪方面是比较不成熟 但他的智慧是非常之成熟 那女送果这些人 他们的问题通常都是因为自己的要求高 他那个太过罗曼提克 而因此是遇到一些失望 或者是感情上人关系方面出现问题 才会导致很多健康上的问题 包括情绪低落、失眠 或者喉咙好像有个东西顶住 很多神经系统方面的症状都会有 所以通常我们会用这个疗剂 是在处理一些人是刚刚失暖 失暖了之后 他的内心充满了很多的糾纏、糾纷 很多的矛盾 他有时觉得有时怪责自己 有时又怪责对方 可以说是一种又爱又恨的疗剂 很多矛盾 当他出现这个时候 他自己不知道想怎样 是不是真的想离开那个人 或是好像很不舍得 于是乎出现失眠、情绪低落 甚至乎其他神经系统的症状都会出现 他自己本身的人 很讲究、很挑剔 自己工作上很成功 自己衣服方面穿得很讲究、很仔细 他对自己要求高 对工作的要求高 对对方伴侣方面 他要求都非常之高 很多时候 你会发生在一些年轻的运动员 例如巴黎母的人 或者体操的选手 或者流冰的健障 他通常会对自己要求得很厉害 我曾经遇过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这是一位青春期的女孩子 十多岁 他就出现了情绪低落 低落成年 期间他就不肯吃东西 出现了厌食症 他的体重跌 他父母就是 有次带了他来香港结果 原来整件事的起因 这位少女 原来在欧洲 她是读书很聪明 读书很聪明 成绩非常之好 做什么都很聪明 她有次在学巴黎母 在巴黎母的时候 巴黎母的老师 有次就不停地说了一句说话 他就说 你为什么这么肥 你本来没有人应该粘瘦 为什么你这么肥 有些少少一种批评 跟着这位少女 整个精神状态改变了 变成了很抑鬱 不肯再吃东西 这个足足维持了成年 我才有机会在香港见她的女生 结果我也是用这个疗劑 吕宋果 当时我都给了比较高的分能 好像我给了一千 一个M 给她几劑之后 她就好了 所以吕宋果 通常你会见到 那些人的性格是很重要的 你看她平时的性格 通常都是一种如美主要者 要求非常之高 对自己工作多方面都是要求很高的 她做什么都是期望很好 但结果就失望 因为因此失望之后 身体上很多种不同的症状都出现 好了 她吕宋果的人 通常自己都喜欢吃芝士 喜欢吃朱古力 喜欢吃甜品 但她最不能忍受的是咖啡 她会很敏感的 喝了咖啡之后 她会对她的影响很大 可能分不着膠 她人会震震 很不适的 同时她们 因为女宋果的人很怕烟味 对烟特别敏感 很真人来吃烟 女宋果的人其实都挺多 我们很多时候在工作上 经常都接触得到 她们出去有时候 她们的病症 可能主数的病症 可能因为是 那个烟食症 或者狂食症 她对自己的要求 自己的体型 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要求 而导致失望 而出现健康上的问题 OK 原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发疗剂 可以在 铜锣湾、沙甸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啦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